但是许昕她现在所效力的俱乐部是上海中心 那么前面因为足球的原因许昕这场比赛我们没有看到 现在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许昕的这场球 许昕前两天跟姚晨求婚成功了 姚晨对不起 你看娱乐新闻看多了不是姚晨姚晨 姚晨感觉精神状态非常饱满非常好 那么许昕其实她还是非常正能量的 你看她在旅游奥会结束 其实她的成绩可能她单打没有参加 对 单打没有参加打了团体 团体决赛她输了一场球 但是依然没有影响到她的那种 想要打四年之后奥运会的那样的一种强烈的愿望 我们看看许昕对孔令轩 许昕的精神状态非常好看 整个的肌肉调节 各方面精神都能启动得非常快 这个直拍对状态的要求比横拍要高得多 我想今天许昕也做了充分的准备 因为回到自己的家乡 在自己家乡的球迷和家乡父老面前一定会呈现她最好的一面 对 最强大的一个实力和发挥 漂亮 孔令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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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昕曾经获得过世界杯的男子大打冠军 2015年苏州市平赛的男双混双的冠军 2016年就是里约奥运会男子团体的冠军成员 所以对孔令轩作为一个年轻选手 跟许昕这个老大哥打也是对自己的整个的一种在场上比赛当中学习的态度去打 看这几个球感觉这个还是作为左手对左手来讲的 孔令轩可能感觉还是有点薄弱 从发球开始到接发球 第一比六 你本身这个你前三板你再不如这个前三板你肯定不如许昕 相识呢 这个又感觉实力上不如许昕 所以这个球就很难去真正的能主动的能赢下每个球 几乎就打丢了 孔令轩是今年二岁96年出生 孔令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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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3年国家队对内竞争交流赛当中以总成绩第三名的身份进入到国家一队 在2013年世青赛男团男双混双的冠军 孔令轩呢他曾经膝带受过伤 当然又通过自己的优秀的 这种意志品质和这种发挥 对内的竞争他又重返了国家队 二米包 就说明这些小孩这个意志品质还是比较顽强的 二米包 三米包 三米包 肯定一边是三中五能出来 对三中五能 三中五能 你知道这个平朝联赛啊有很多球迷和粉丝前去现场看球看比赛对对对对你包括像徐州这场比赛的票嗯啊他的销售还是非常好的嗯 就是我知道前几场有空间绝后的就是所谓的就是都用黄牛党炒票了乒乓球就是是的嗯 包括像前一段在 因为之前的感觉中国平方球队啊就像一个金牌机器不停的拿金牌 对但通过旅游奥会之后啊这个项目成为了嗯网红对人物也成了网红对像张继科马龙包括许欣对 那么让大家球迷所看到的是他们另外一个情况对对对对他们是有血有肉对有情有义有故事啊而且呢还有各种幽默对包括他们上一些综艺节目也会有很多技能啊能看能看到在赛场上不同的这个自己一面一面 好 还是我看孔义轩这些运动员 也算是一个比较全面的选手 最起码我们看到许欣 每一个球 每一个技战术 都准备得非常充分 很重视他 就是说明也是在自己的家乡党 做好了自己的充分的准备 那我看着技术环节 孔义轩来说呢 可能就是从这个技术环节 从接发球到发球 每个环节的衔接工房转换 我觉得还是很单一 有点像是说白了 就是用我们专业水 叫大陆球 太多 大家可以仔细观察一下 就是喜欢乒乓球的球迷朋友们 看看许欣的我纸板握拍的这种拿法 大家可以借鉴一下 其实咱们球迷朋友拿直拍的特别多 都是直拍的打法 可以占到百分之六十的比重 对 六七十的打 嗯 这样 许欣呢 主要身高必长 对 他的拉球 他正手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是最强大的正手 你看他的虎口 大家仔细看看 很大 他抓的很大 对 他手大 他手大 你手小你就不能这么抓 所以他那个板就特制了 都是 十比二 又拿不住了 一拿了甩出去了球块 一拿了甩出去了球块 三十队 请求斩银 就是双方的一个实力还是差距比较大 就是双方的一个实力还是差距比较大 在精神状态上 从自己的心理上 一定要 就是不要 就是 一定要改赢 想赢 想赢 一定要去改赢 把自己的气质打出来 你技术上赢不了的话 你怎样用其他方式去弥补一点 我们看到今天许欣回到自己的家乡 徐州 在徐州这么多观众的注目下 在场上也确实 不是很慌乱很仓促的那种基球 所以证明他是用了新的 毕竟在徐州家乡父老面前 一定把自己最好的技术水平 世界最顶级的发挥 在今天的比赛当中 能够全面的展现 漂亮 许欣兜住 这个感觉太好了 反了 哎呀 所以你看许欣在场上打得很崇荣 为什么他知道因为很淡定 因为有时候你跟对手打的时候 一上手就知道这个球是 对方能有几分的能力 就能感觉到 8比2 今天许欣的状态非常不错 9比2 9比2 2比10 所以现在我们现在很多这个像许欣 现在很多就是国家队选手 都打自己的国产的品牌 现在你像马龙用自己的正反手 都用自己的红双喜 包括第一把 这个红双喜的交集 确实他拉过去的球好像比国外的套交贼 对 所以现在正反手都用这个自己的国产的品牌 吸短 这球吸短需要很好的一个手感 看似简单 手和胎子一次 但是他一定是把这个球感觉吸在这个胎子里面的 他跟着就是平时他们也玩这些东西 所以他感觉也很重要 许欣的腿长 手长 手大 手长 手大 正手真是 无可挑剔 嗯 你感觉他这种拉肩能优起来 全身的左边胸心全能优起来 这样许欣3比1拿下了这场比赛 那么在他的家乡 美丽的徐州 也给大家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谭日舞 观众朋友们再见 观众朋友再见